新北市消防局男士分队的小队长张哲伟 在生日前期却因工殉职 昨天下午新北市长朱立伦前往灵堂探视 张哲伟的父母情绪激动 张爸爸说以往看到新闻提到打火弟兄出勤 都觉得提心吊胆 没想到这一次出事的竟然是自己的儿子 让他们觉得好心痛 一见到新北市长朱立伦前往灵堂探视 宣职小队长张哲伟的父母亲情绪好激动 因为自己的宝贝儿子在火场执行任务时断送性命 虽然是因工宣职 但是怎么叫他们不心痛 张妈妈伤心欲绝 哭到连站都站不稳 坦软在张爸爸的身上 这画面看得让人好揪心 透过监视器可以看到 27号晚间男士分队受到派遣令 要执行中和华新街的地下停车场火警 张哲伟全副武装在第一时间出勤救灾 没想到这却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勤募 新北市长朱立伦 28号下午前往灵堂向家属致疫 云诺绝对会彻查 并且从有抚恤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将来我们在教育训练 以及设备上面一定要做更为加强 会协助他的爸爸妈妈所希望的 回到台南的同学 清楚转达家属心中最殷切的期盼 32岁的张哲伟是家中长子 底下还有一个弟弟 目前正在准备公职考试 幸福快乐的一家人 因为一场祝容天人永格 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次上演 记者挂邻徐教委周天杰 新北市报道